連鎖餐廳享食天堂 各種美食吃到飽 受到大眾喜愛 常常一味難求 有民眾跟朋友一起 一個揪一個 跟第三方合購電子餐券 卻捲入刑事案件 響兵集團發來訊息 表示六張未使用的電子票券 被列為刑事案件重要市政 目前已被鎖起來 等案件釐清後 才能視情況確認 能否恢復使用 我跟我朋友A購買這個電子票券 然後A朋友他就是跟他的朋友B購買 那B的話又去跟C購買 聽說那個C小姐 她現在就是已經完全消失了無影無蹤 然後據說她現在人已經跑去香港了 你拉我我拉你這樣子全部加起來 我們預估應該是有超過千張 翔斌集團解釋接獲警方通知 有詐騙集團到線上系統訂購電子票券 而且盜取銀行賬號購買 受害人報案後警方調閱詐騙分子訂購的餐券 以進行鎖票釐清案情 翔斌給他的回應是翔斌不處理 因為翔斌說就是這個他們沒有責 結果反正他們就兩手一彈 就說他們沒有辦法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翔斌集團 自己本身會不會也是個受害者 我們也不知道 具體發生什麼事我們不清楚 我們只知道我們現在全部被鎖票 翔斌回應目前案件已由警方 偵辦中集團積極調查配合 消費者本想一起省錢 卻無故捲入刑案 只能說詐騙手法曾除不窮 民眾只能多多防備 以求自保 三內新聞李文宇 在臺北測放報導